正式的进入了富冲江的水域 此处我觉得得吟私一手 现在是早晨的六点钟 就准备起床 应该又是阴天 因为昨天我住的酒店 这个酒店还是不错的 天气还是不错的 不过还是稍微有点热 早晨起来最开心的就是 有一杯红茶可以喝 这个茶是前两天 宝哥冒着大暴雨 朝上海给我送来的 很好的 看这个人工蒸汽放起来以后 就如仙境般漂亮 因为他吃早饭的地方 是在他的对面 刚好看到 两个小朋友非得等着 看皮花铁下去 本来让中午吃饭 说不吃 等着我们下去了再吃 从这边下去 今天这个流树还是有一点的 可能下午还是会大一点吧 这两天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吧 到处都飘满了 我们可爱的水葫芦 然后水也是稍微有点点红 但是它并不影响我划船 今天比较闷热 是个阴天 哪里都是雾气蒙蒙 又是这种的一览众山小 一路上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古城 南西也有一座古城 今天我们走的是大洋古城 正好路过 现在离古城越来越近 但是遗憾的就是我不能上去 因为上去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只能在远处看一看 古人的智慧 快变成了茫茫的大草原 到处是水葫芦 今天的水也不太干净 但是能滑 我以为滑一段它就没有了 结果我看下边其实是越来越多 可能一路都会有这样的吧 因为这两天还是下了点雨 都是朝上游飘下来的 可能你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巴沙船 这是在拉沙 就是巴沙绿水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下的船在装 我也是头一次见这么大型的社会 现在滑到了南西江与富冲江的一个结合的三岔口 右转的就马上就进入了富冲江 这个山头上有一个塔 水里头有一个灯塔 另外远处的山上还有一个塔 然后三岔口上正好三座塔 我的左边就是梅州古城 其实这个灯塔正对面就是它的城门 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桥了吗 很远 我过了这个大桥就正式的进入了富冲江的水域 很漂亮今天 虽然雾蒙蒙的 但是把山倒影在水里 至处我觉得得迎私一首 两山相望水秀岩 伐州丹师明鸟园 天下不止有三峡 寒望还来富冲山 真的真的太漂亮了 犹如滑行在三峡大坝之间 为了耻情耻井 然后我回去也要写几首课 因为今天我得回去想一想 美到了让我不可以临场发挥的这个境界 但是我会记着 就是很遗憾的就是没有带这个拍摄的设备 不然一路这么滑下去 我想应该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人生最快乐的四摸骨鱼牵绊吧 叔叔跟阿姨两口子在那边钓鱼 我刚才问了一下说没有 但是这种的乐趣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 但是真的是很幸福 看着他们也很幸福 我真的觉得这个三谷里处处都是紧 太漂亮了 就是保持着那种自然的生态 这条江上最美丽的S大弯 朝那边一直弯过这边 然后就可以看到小三峡了 对面就是盐子林 然后说是个公园 但是人太多了 所以我也没有过去 我是过到了这边 有很多的民宿 刚才问了一下说 最便宜的房间都是五千多 那看来我是住不起 然后关键大家千万以后记住了 用这种的泥滩不要上岸 还是找一个就是有石头啊什么的 不然你就会像我一样 然后那个半个腿卸下去 亲爱的保障队终于来了 我们要直接等一下过杂 他们必须要在 好我们就准备过杂 群已经上船了 然后这么多 关键也没个好吃的 然后有酒 这是这条江上的最后一道关口 然后我们过的这个就可以自由了 彭老师今天给我来保障 但是彭老师穿的这个救生衣不迟连 然后他们就是过来看看我 然后给我保障一下 我们先要等这些大船 所有的船都进去 然后我们再进去 差不多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6点钟 大家喊在水的当中 听到呼噜声了吗 他们昨天都很辛苦 我今天看看天气还好 还是小雨 幸好我昨天是找到了这么一个上水的码头 还是比较信用的 可能我跟我另外一个队友的帐篷一样 然后他拿走的时候把我的乘杆拿走了 所以我昨天在车里睡的也没怎么睡好 这么多天东西太多了 你看这么多东西 我呢只能站着前排睡一会儿 然后睡了三四个小时吧 天又开始下大雨了 航道还是有点宽 所以我准备让船送我过对面的航道 然后我再下去开始滑 你看像雪山一样 可能只有在青藏高原能看到这样的吧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很漂亮 马上就进入铜炉了 老天爷还是很给力的 这段时间虽然都是在下雨 但是也没有下特别大的暴雨 已经滑了三分之二 然后还是很太平 过了这座大桥 就进入了铜炉 还是青山绿水 烟雨铜炉 今天天气实在是不太给力 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刚刚修好的房子 人家没来 应该是一个公共设施 我们准备在这边待会儿避个雨 我们彭老师正在给我们做好吃的 我们家什么家 那咱们 今天的水的流速差不多有四五节 但是垃圾比较多 今天可能需要休整一天两天 因为正好是迅期嘛 还是比较有点危险的 流速是急剧的快 可能有四五节的样子 上面一看就发了很大的水 江上全部是一些草呀木头啊 还有一些树枝什么的 江水也红了很多 我发现我们的电车启动 突然没电了 所以要在这里等 刚才叫了一个救援 又有一个救援 在那边 我开心